陈宗上节目的时候 也被问到怎么看蓝白河 他说蓝白河几率应该很低啦 蓝白支持度未必是1加1 当主张推翻蓝绿高墙的 柯文哲跑进高墙里 将流失部分的支持者 仔细算一下 柯文哲就知道滑不来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 包括了讨厌国民党 讨厌民进党 和中间一小块幸福科的人 如果柯文哲和国民党相加 讨厌国民党的支持者就跑掉了 选民会跑掉一大块 而柯文哲独自参选 这个票反而会留住 那主持人又问他说 那柯文哲如果当正的 会不划算吗 陈宗回应说 谁要给他做正的 这是现实啊 所以亮哥这个陈宗的 心态很明显吧 柔性劝导 对白银现在是完全的苦口婆心 那个他的前提是 柯绝对不会当正的啦 那如果这样他硬要去核 那当然支持他的人 那个讨厌国民党那一块就会跑掉嘛 可是如果他当正的 那恐怕要处理的是国民党这边的人 国民党也有一些选民不喜欢柯文哲啊 有啊 所以反而是回到国民党怎么说服自己人的问题 我倒认为柯文哲要说服自己人比较容易 是哦 不因为柯文哲的票真的不容易转移给候选人 这个你只要问他们选议员的人你就知道 就是就真的是冲着他来的 这跟宋楚瑜有点像嘛 说实在啦 你说他要说服自己的支持者 那些很铁的支持者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哦 比较容易 他当然要讲一个理由啦 他就想说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 我是假设他赢啦 那他要说服当然有机会啊 因为我会赢啊 他的支持者可能是想到 柯文哲有可能当总统 大概就通通都过来投了 那如果输了呢 还是继续支持 如果输了 他就要 因为那个就表示蓝白和有一个方案嘛 那柯文哲输了 他会得到别的嘛 那他当然要去跟支持者说啊 比如说我们会当哪些部长 那我们可以执行我们的理想 这个一定要他自己去说啦 别人说真的没有用 因为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啊 比如说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他跑来支持你 那结果你现在回去 跟假设是跟侯友宜合作 然后侯友宜变成正的 那你是负的 那当然这些人会反弹啊 所以你就要去说啊 那他刚好就是网路比较强嘛 他就每天都要在网路上说啊 这本来就是如此啦 不然你 你如果民调输了侯友宜 然后侯友宜又没了 那你损失可大啦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要努力 要维持住他的票啦 我认为这个部分的工作 没有像陈时中讲的那么困难 重点是 那个蓝白和的过程 是不是真的会开花结果啦 就是让民众党 比较没有话说 比如说 有没有民调嘛 我坦白说 如果照黄珊珊跟金谷冲 那个接触的 feel啦 这直觉告诉我 现在两边事实上 不是积极在谈结果 而是两边积极的 在想这件事到时候破局 不要落到我身上 坦白讲这个叫做 看谁卸则卸得比较漂亮 现在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双方还继续在演 我的感觉啦 10月14号大家要见面啦 要演啦 演到我很尽力啊 事实上是他 造成破局啊 我觉得我有这种feel啦 就还没谈就先想甩锅 可是他不会让你觉得是我甩锅 所以他们正在想方设法 都被你说破啦 不是啦 因为我没有看到积极 陈菊的因素存在嘛 陈菊在监察院 这确实也不积极 这个人就是 插了一个超级烂的笑话 重点就是 我预感不到有 国民党有方案 不是让 陈时中那个第二个 那个直觉是对的啦 就国民党让你当正的 你不要想了啦 那个是他第二个直觉嘛 他前面讲一段 叫他克文哲 这是现实 谁会给你做证的 是嘛 所以前面那一段不一定对 只是后面这一段 很接近真实嘛 现在国民党的主要的想法 确实是如此嘛 所以 因为能不能提出一个方法跟 因为他要百分之百的胜率嘛 所以不容许一点点的差错嘛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你所有的优势的因素都在你那边 韩国瑜看如何去处理韩国瑜 区域立委帮你造势 县市长帮你造势 那国民党 因为资源总是比民众党多嘛 多丢几个电视广告嘛 那这样11月10号来做民调 那你还怕 因为他可能想说 我还是有可能输啊 可是他不容许输 就是这样 这个一个东西 我坦白说了 这个就跟你参加比赛一样 你只要 你要求胜率是百分之百 那最后你不会去参加那个比赛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比赛都是有风险的 对不对 以前阿扁 百分之三十的胜率 他就去 他就去参选 他就冲了 所以美个性就是这种人嘛 对不对 那蔡英文是百分之七十的胜率 才会参选嘛 就这两个人个性就完全不一样 那许信良是 只要有五%的胜率 他就参选 就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那侯友宜目前所处的局面就是 他要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赢啊 所以他就什么答案都做不出来啊 这是必然啊 比如说我 我一定要百分之百 不然我就 好像前面有个万丈深渊 那坦白说 这个比赛你根本不会去参加啦 怎么可以这样啊 民意的压力呢 民意压力推着 比如说 你不觉得现在就有吗 现在已经开始 然后兵哥昨天放大决 谢寒冰啊 他是说呢 不要期待两党整合了啦 他也是不看好 他说从外部施压 发起号召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在野党必须整合 如果不整合 大家政党票全都投废票 看他们怎么办 下面这个叫自杀招 我坦白说啦 总统没有称 我还是想要保住立委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这样玩啦 我坦白讲啦 我还是认为非律立委过半几率非常大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可是你如果有情绪出来 那总统没有合成 就会殃及立委 那很多立委的选区 差距都是5% 5%你就挂了啦 因为民众党在各地的票 每一个县市都有10%嘛 你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啦 结果这样是怎样 赖青的万万岁是吧 全部捡到 那都是用捡的 那个执政成绩这么糟糕 那战争的风险这么高 结果他两个都赢 这样就太荒唐了啦 我基本上是不会这样讲话啦 可是我就觉得说 就是明明你有机会可以搞到 拿到行政权 为什么不能够做这样的努力啦 这个让人家觉得 就觉得你总是要百分之百的胜率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game 没有这种game 我说实在啦 事实上我讲白了 你从大的角度看 柯文哲丢这个出来 事实上搞不好也是他的下台阶 因为侯友宜事实上是有机会赢的 那侯友宜如果赢了 那柯文哲就我就不用选了 我就回去当下台阶 你也不要以为柯文哲认为自己必胜 因为我听到一大多民进党的人 他们可能民调他会去支持侯友宜 因为他觉得电视边论他们比较好打 之类的啦 或者说侯友宜这个人比较老实嘛 磕磕气气的 所以大概未来两个月能打什么招 大概就是那样 因为他比较老实啊 因为我这样一路看过来 真的是老实到吓人 就是很多东西你明明可以吹大牛 可以打很招 那你都是基于国家预算的考虑不愿意 那你这个人就是老实人嘛 柯文哲当然不会这样玩嘛 所以民进党是比较怕柯文哲 所以这个逻辑这样推演下来 做民调实际上会有有机会赢啊 那你为什么会怕成这样啊 可是你就造成这个局就谈不下去嘛 谈不下去我跟你讲啦 民众党员是鬼灵精啊 他就整天在那边想 如何不要究责救到我这边 就到时候你就会看到 一堆人都在说 这个破局不要扯到我啊 到时候就变成这样在玩政治 那大家看了都快吐血 就是你比较倒霉啊 因为你每天都要组织这个节目 你就每天都在吐血 对 真的 就是这样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益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健身 太阳新全校克菌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